蠢祸 出去搬救兵 宁妙威立即配合她 从那个缺口冲了出去 她扯着嗓子喊救命 声音却都被风雨声吞没 她发现住的太偏真要命 她无比悲催地发现 她的面前还站了个黑衣人 将她的去路全部阻断 黑衣人手上锋利的剑尖上 透着凛凛的寒芒 雨落在刀锋上被劈成两半 宁妙威咽了咽口水 眼珠子一转 扯着嗓子喊道 玉锦修被杀了 在屋里拼命杀敌的玉锦修 简直想出来打死宁妙威 黑衣人愣了一瞬 宁妙威瞅准时机 立即把腿就跑 她这一跑 黑衣人立即反应过来 朝她砍了过来 她后肩一头 知道自己受伤了 此时玉锦修恰好 从窗户跃了出来 见有人撞了过来 她下意识体检便刺 宁妙威吓得大喊 啊 别动手是我 玉锦修听到她的声音 显显收剑 却已经避不开她了 这是今天宁妙威 第三次撞进她的怀里面 她还敢说 她不是要对自己 投怀送抱吗 她虽然先手 但是这么一下子撞过来 力道却不小 只撞得她站立不稳 双双滚到了地上 宁妙威 你是猪马 她受了伤 身上痛得厉害 对她的耐心 已经是耗尽了 大手一挥 便将她从身上拎下来 扔了出去 滚 她不想脸着地啊 老天爷似乎听到 她心里的呐喊 挟刺着跳出来 一个黑衣人 一脚将她串了回去 于是她又滚到了 玉锦修的身边 将刚刚站起来的 玉锦修再次撞倒 她撑着手 玉站起来 却发现熟感有意 她一时间没太明白 这是摸到了什么东西 下意识用手一捏 然后就听到了 玉锦修的闷哼声 玉锦修 你个贱人 住手 对不起对不起 不是故意的 恰好又有黑衣人 砍了过来 她抓起剑 便直接削断了 一个黑衣人的脖子 然后怒吓道 玉锦修 你找死